2001年大宅门播出了 在我心里呢 这部剧乃至今日在亚洲范围内 那也是顶峰剧集般的存在啊 主演是陈宝国 思琴高娃 导演是郭宝昌先生 他根据自身的经历 讲述了同仁堂这个老字号的兴衰史 今天我们来简单说说 当时这个剧集有哪些大咖来做了客串的演出 这个名单放到今日 那你是万万请不动的 首先是张艺谋导演 在片中客串了大太监李莲英 江文导演在片中客串了济南之府 陈凯歌导演也来了 客串了一个衙役官差 田壮壮导演出演了日本军官 这么多导演来捧场 郭宝昌导演自己也就上阵了 扮演了西安的名医 是片中白家的士娇 而这位更是导演声称 他来了愿意调整剧本的 李雪剑老师 在片中客串了长八爷这个角色 当年白景旗的妹妹白玉婷 扮演者是蒋文丽 有趣的是 幼年的白玉婷 扮演者正是他的外甥女儿马思纯 宁静在片中也客串了一个角色 而这个卖苹果的小姑娘 你仔细看 这是小时候的杨子 那时候她还没演家有儿女 而家有儿女里面扮演下雨的小演员 在这部戏里也有出演 这位是俞容光 客串了一个路人级的角色 这个角色叫郑老屁 看过央视那版水浒传吧 这是咱们的黑炫风李葵 同时提一下 这部剧的配乐正是为大话西游和水浒传配乐的赵继平先生 音乐非常好听 有些朋友 尤其是95后00后的朋友 可能没看过这部剧集 建议大家追剧 大宅门真的好看 好看到绝了